大家好,我是五仔 這一節我們用一個法律的角度去分析 究竟阿可伯可不可以拿回那些棺材本呢? 即是你們經常覺得 現在是個女人騙了那個阿伯 但問題是那個錢現在在那些子女裡 不要說騙,幫你保管而已 但是之前也有主持提到 喂,如果你拿了那些錢 你都要給他一些生活費 原來在法律上面 阿伯是有機會拿回那些錢 還有,那些子女 現在他一次拿這麼大筆錢 又是住在公屋 分分鐘到那些子女被人收公屋 這樣就麻煩了 不客氣五仔,大家好,我是飛龍眼 今天我繼續說東張阿伯事件 這次有可能從法律上的角度去看 對呀,老實說 其實外面大部分人 個個都是說阿伯 或者說他旁邊的老婆 有多貪錢 但另一個角度去看 其實他的子女從來都沒有走出來說過 他們拿了爸爸的錢 他們會怎樣做 所以我也想在法律層面去看一件事 例如 他的小弟馬貿然拿了錢 拿走了 有沒有問題呢 道德上我是覺得有問題的 但法律上有沒有方法可以追回來呢 另外有些人在問 阿伯有這麼多錢 現在住在公屋 雖然公屋其實是他旁邊的太太 但不要忘記 他之前阿伯住在哪裡 是不是住在二仔那裡 有些人說他二仔也是住在公屋的 假如他二仔也是住在公屋的時候 其實可伯住在家裡那一剎 可伯的名字有沒有在他二仔的戶籍裡面 假設是有的話 假設他又是住公屋的話 其實他沒有權要趕走 可伯就趕走他 而且現在不是廣州那麼簡單 可伯想回來拿些東西 他都不讓他拿 因為可伯說他換了鎖 想打電話聯絡他們又找不到 不過算了 因為二仔這些東西我都是猜 是不是住公屋 或者戶籍有沒有落到可伯 我都是猜 但起碼一件事 這件事真的不是猜 他的小弟 跟爸爸本身聯名的小弟 他也是住在公屋 知不知道公屋有資產上限的 其實現在發酵 很多問題存在 不是普通家庭事件那麼簡單 加上現在政府又打壓一些 富貴公屋住戶 有可能我包括他的小弟 有沒有想過 有沒有想過他現在拿了 爸爸那塊錢 其實是會超額 令到他住不到公屋 還有沒有人關心 那麼爸爸的聯名回口 其實會不會還有其他問題存在呢 因為現在每個人都假設 那些小弟是為他好的 所以提走所有的錢 但始終他的小弟沒有走出來 對傳媒說過他們會怎樣做 也沒有說他們要開個基金 好像阿門媽媽那樣 每個月給了一些基本生活費 沒有說過這些事情 其實他們現在會不會跟強套 沒有什麼分別 今天主要是由法律那邊 看這件案子 有多少問題 其實我們沒有留意 所以最後一伯就說 他本身 開個聯名回口 最初就說 有人跟小弟繼承 但後來被他隔離的太太說 不是繼承 是處理 因為爸爸覺得他年紀大 錢也有可能要給小弟 這個案子也很大機會 所以伯伯有可能是整款身家 給小弟 如果他過身的話 但有沒有人想過 其實阿伯真的為何要開個聯名戶口 其實阿伯某個程度上可以立為足 即我過了一生之後 我就把那些身家給小弟 為何會開個聯名戶口 其實我比較關心阿伯的情況 單簽雙簽自己也搞不清楚 即是我有可能覺得 有可能最初這個戶口 平時阿伯有可能有些洗費的東西 他老人家不太懂得去提錢 或者這麼麻煩 因為有時候 平時會不會是他的小弟 幫他搞一些金錢上的問題 就從這個戶口提錢出來 當然如果純是提錢的話 也沒有需要 要把那四百多萬 跟女兒一起聯名 那我有沒有想過 其實當初阿伯只不過是 想省些遺產稅呢 因為如果你立為足 就算我那些錢給我小弟 到時過身的話 第一那些錢未必 立即到了小弟 第二 又可能要扣個遺產稅 有些人有人覺得不值 我知道有些老人家 所以會預早把那些錢給了那些子女 現在就是這樣的問題 我覺得 預算我給了那些錢的子女 可能是最初阿伯出於自己的好心 那方面 給我為那些子女 有些人也覺得自己過身那一剎 如果那些子女不夠錢的話 又怎樣幫他搞他的生後事呢 所以阿伯很大機會 這個帳戶根本就是平時 給他的小弟 任何的情況下 要用到錢 就在這個戶口提錢了 那阿伯也是很相信 他的小弟 不會無緣無故提走那些錢 也有可能 所以這次因為這個大陸女人 令到大家缺乏信任度 但我真是 到今天來講 我未聽過新聞裏面說 那些子女打算搞個基金 每天給回生活費 阿伯 現在其實擺明和搶沒什麼分別 當然有些人又在質疑 其實夠錢最初的來源怎麼來呢 會不會是子女夾麻夠錢放在那裡 你信不信 如果夾麻夠錢 為什麼只有阿伯和小弟呢 當然最大機會 本身的錢由阿伯到來 都和小弟一起 大家慢慢地存 其實阿伯自己也有說過 可霸也有說過 那些錢是他自己 那麼多人辛苦存回來的 因為之前我見到網上 有些人說 這些錢會不會是 可霸本身 他太太過身的時候 這些錢留給他呢 所以 到時候他有預備 留給他的子女 也不排除 有這樣的可能 但是 這個可能 都是你猜的 通常 一般來說都是男人賺錢的 所以也是很大機會 大部分本身就是可霸自己存出來 而他自己也是這樣說的 不過他現在的小弟 拿了那四百多萬 他都不是好過的 因為 有人查過他的小弟 也是住在公屋的 你知不知道住公屋有資產上限 二人住公屋的上限 是三十八萬七千元的 而一般這些所謂的資產上限 如果你超過六十歲 就不算你的 即是阿伯就算他有四百多萬 因為他超過六十歲 他就不算他的 但你要第一件事想想 最初其實是在聯名戶口裏面 聯名戶口究竟是屬於阿伯 還是屬於他的女兒呢 最終在資產裏面 如果根據法律上 聽說是每人除一半 你知以前房屋處未必查得那麼清楚 沒有查到他小弟的聯名戶口 有時有人只是查個人戶口 聯名戶口未必一定知道 即是他小弟其實從頭到尾 就算今天不提走所有的錢 他其實都超了額的 公屋的資產上限 何況現在提了所有的錢 所以某個程度上 房儲應該查一下小弟 現在的錢是怎樣 他有可能就是拿了這筆錢之後 其實他更加是超了額 他沒有權住的公屋 所以現在這件事其實 絕不是普通家庭糾紛的東西 尤其是現在政府 房儲這麼高調打壓富貴住戶 現在他擺明 小弟擺明都是富貴住戶 雖然我見很多律師都說過 一件事就是 因為本身這個聯名戶口 阿伯其實是很難追討 那些金錢回來的 因為指著他的小弟 或者他個人 要動用所有的錢拿走 其實是有權的 不過有時候就看一個律師 會不會跟你打個官司 你知道這些律師很多時候 很法律吶都可以打到的 正如之前的東張西莫味 有一個龍瓦人士 本身去住那間屋 他爬過身之後 竟然將那間屋給了一個女保安額 我不知道大家不記得這個案子 當時最初都跟龍瓦人士 在這裏住了一段時間 後來有人覺得 總之他不喜歡他 最後是趕走他 但是他本身其實是 他爸爸以前買下 但是沒辦法 名字就轉了給這個女保安 但是後來 東張西莫也有找一些律師 做一些法律諮詢 當時律師就說 如果當時這個龍瓦女士 證明到當日供一層樓 是他的錢拿出來供 的話 其實有機會可以拿回名字 因為原來最初 本身這個龍瓦人士 真是年輕的時候 供一層樓的時候 他也有掃過錢出來 但是這個案子裏面 可不可以放回可白這個案子去看呢 如果可白當初可以證明到 這個聯名回合是由他自己個人 儲蓄的資產 轉過去的話 我又覺得整件官司 未必沒得打 當然有些人說 喂 現在每個月的四千多元 怎樣去打 法律諮詢也搞不定 我想問一下 當時那個龍瓦人士的女士 那件案子 為什麼那時候說有得打呢 她也是沒有錢的 所以有些事情 只是事在人為 有可能可白隔離 現在很支持她的老婆 有人出錢給她打 賣掉她自己的鑽石 名錶 還有如果有些情況 我想說 這個聯名回合 如果當初有說了可白 為什麼要開這個聯名回合 因為有些口頭協議上的事情 其實也要執行 雖然你要證實這個口頭協議 是很難的 但是如果最初可白有說過 其實怕她過世之後 又日立圍炒一歲 不如直接給個小女 或者在聯名回合 一齊 或者暫時給小女 一齊幫忙保管 日常很多交費上 都可以找小女 幫她用這個回合的錢 動用這個回合的錢 那未必不可以追出來 你知道法律上都說過 口頭協議也是成立 當然要如何證明口頭協議 是之後的事情 我想說 不是完全沒有機會 打官司打回來 但是比較難 難難都是可以試一下 所以今天純粹你當討論 如果可白真的要打官司的話 其實有什麼可以拿出來打 還有某個成熟上 我都關心可白的 就是今天是個女兒 小女可以這樣提手這些錢 你不知道去到某一個位 突然間她小女 哎呀 家裡很手緊 我欠人很多錢 怕不怕有些情況 就是我當她是家人很絕 你什麼都要假設 那會不會怕她小女 連她每個月的錢都提出來 那有沒有人其實提過 阿伯 你現在那些生光金 那些每個月的東西 其實要轉回你自己 一個個人戶口裡面會好些 我又見東章都沒有提議過阿伯做這些事情 現在每個都好像覺得阿伯 跟了這個大陸女人一起 她就是犯人 總之她想去做的事都是衰的 有沒有一個觀點 同時想她都是一個受害人 情況就等於當年陳冠希 陳冠希其實當年的驗照事件 其實陳冠希也是一個受害人 但是當時的媒體 每個都覺得陳冠希是一個犯人 哇 你和那麼多女人一起拍照 你一同時間一腳踏幾船 你的道德很不要得 當時每個都在罵陳冠希 搞到陳冠希竟然公開 要道歉 還要說自己 要退出娛樂 當時是這樣 但有沒有想過 當時其實陳冠希是一個受害者 在法律上她是無緣無故被人 將她的私人相片公開散播 沒有 當時每個都在道德觀念上 因為覺得陳冠希不對 所以就撕開了她 本身有可能是法律上她是一個受害人 而每個都在罵她 搞到陳冠希要調回 被人偷完相片 還要對著大眾說抱歉 還說要退出娛樂圈 不過我要再三聲明說一說 我現在不是完全想說 這些子女是惡魔化 說他們是壞人 但因為我不清楚她的子女意圖 我們不得不在另一個角度 再看一看這件事 當然剛才說了法律問題 好像都是對她的子女不利 現在對可白隔離的何太 他也是不利的 訪問你那一剎 你為何把珠寶都掃出來 不停懸疑自己 可白送了多少錢給你 做公關都不知道 香港人 不要說香港人 大部分人都是 真人富貴 當你富貴那一剎 其實你的同情點已經低了 顯得你好像多貪阿伯 她自己還有三個名牌袋 不要看輕這些名牌袋 是保值的 不是買回來之下 那些錢是不值錢的 是會升值的 所以全部加上 何太有機會他自己也嚴重超標 又是那件事 現在富貴中屋住戶要打壓 你這樣掃出來 你的資產可能已經超過了 所以何太這件事真的非常不智 形象上又弄得不好 又無緣無故挑起房處 要查一下你 資產有沒有超額 現在全港都認識你 雖然我見網上有些人說 你走了老了 我不知道真還是假 因為網上說的話 都是傳聞的 如果你沒有走老的話 你更加要告訴別人 我沒有走老 因為網上還傳聞 何太的兒子在大陸是有屋的 如果你有屋的話 香港是不可以申請公屋的 之前就是有人被人查到 去內地是有樓的 而搞到最後房儲沒收了公屋 所以看看這件事 去一去東張西望 又牽連可白本身就是一個受害人 又牽連他旁邊的新任太太 又牽連他的小女 隨時都可以全部都是輸過 每個人都是輸家 我想最初大台做這件事 都沒有想過 今天我說這些話可以牽連得這麼多 已經不再是一個普通家庭的私人糾紛 最後想說一下 可白如果依撒娜 我還是後悔結婚 要跟現在的何太太離婚 會不會被人分身家 可白現在有可能沒有身家被人分 原來就算他有 因為有些錢我們不知道他收在哪裡 即是他沒有說出來 原來在香港法例裡 如果你結婚是屬於短時間之內 而搞離婚的話 有可能是不需要被人分身家 那就要K by case再去看 當然如果你結婚了很長時間的話 就有機會被人分 如果可白在這段時間突然間過世的話 他剩下遺產是怎樣分呢 他頭的五十萬會給他的配偶 如果可白自己有立為主 就另外再看這件事 不過現在就是見他小女 都立了那四百五十萬走 按照可白就應該沒有什麼身家被人分 歡迎大家又怎樣看這件事 你究竟幫哪一面呢 或者在法律上 怎樣看這件事 有沒有大家可以補充一下呢 好 今天魚學圈新聞就說到這裡 遲了我分享其他魚學新聞 是這樣的嗎 拜拜